橫移跟左右搖有根本上的不同 就是橫移它的機器是在動的喔 可是很多人待會練習的時候 可能會練習成這樣 這樣就錯了喔 人手一機的時代 如何運用鏡位拍攝主題 讓畫面傳達鏡頭語言 成了一門重要課題 這樣往大臉上角然後再繞一圈 你就記得剛剛參照我有概念 然後再往下 中家寬屏吉隆推廣媒體試圖課程 從金融商工校園出發 請來了學界經驗豐富的 鴻馬克導演 教學生手機拍攝 如何運鏡和分鏡 完整呈現事件主題 學到以後拍影片的那個運鏡效果 跟未來對於媒體的試圖能力 跟加強的部分 我覺得蠻實用的話是 橫移的部分 我覺得橫移的話你可以從 就是會讓我們觀看者的視角 從左到右看的會比較清楚 我覺得橫移很好用 它可以讓別人了解我們要拍什麼這樣 然後可以清楚的呈現一些物體這樣 如何運用鏡頭讓觀眾知道 你想要表達的重點是什麼 你要拍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抓住那個重點 讓觀眾可以真的知道說 那個重點的好壞或是真實的感覺 很多人他們大量在看一些短影片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學到還是怎麼應用特效啦 怎麼去做出一些效果 但是可能比較少人比較有機會學到的是 鏡頭的運動怎麼讓它帶來意義 那鏡頭怎麼動可以讓影像比較有質感 或是比較漂亮 所以今天我的主要是課程會放在鏡頭的運鏡 讓大家去學可能你在抖音裡面不太會學到的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是個基礎 那如果說我們對鏡頭的運動有敏感度 那未來就算你只是要繼續做抖音 或是可能要朝劇情片發展 或是你在拍紀錄片 可能它都會是一個很好的基礎 課程中融入了媒體試圖觀念 讓同學們在資訊的爆炸時代 學會獨立思考 分辨真假訊息 稍微長輩一點的人吧 就是阿公阿嬤那種備份 他們會很相信 有阿嬤也是 他會一直在群組傳 就是我們會跟他講 但他還會繼續傳 反正我們就是不會再轉傳 也不會再點開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停 不是停看停 是停 然後查 然後動 停就是所有新聞看到 我們覺得怪怪先停下來 然後查就是去查閱它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那查閱方式當然第一個就是想 它合不合理 那如果覺得你覺得合理 可是你會覺得怪怪 那就是我們就有一些工具 比如說四次查核平台 比如說麥可佩那個平台 比如說美玉儀 或是說真的假的那個平台 我們其實台灣有很多 四次查核的平台可以提供我們去求證 那如果說查不到 那你還是覺得怪怪 那就不要轉發就好了 那最後就是說 動就是說當我們決定好這件事情 是真的還是假的時候 我們再去決定 我們就是做判斷 我們去行動 行動就是去告訴大家這是假的 或是說它是真的 它是好消息 我們就可以發出去 所以就是停查動 也許我們現在的資訊相當的多 也許透過我們AI可能產製出來的 包括文字的媒體的一個資料非常非常多 那很多都是假訊息的情況之下 那如果我們透過這樣的課程 能夠讓孩子們透過一些 查核的一個技巧 能夠知道說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那這樣子的話 最少他們可以做一些 基本的一個判斷 那進而在他們的一個價值觀 可以做一個正確的一個學習 謝謝中家集團 以及跟我們金融商工航空電子課的一個長期的合作 我們在任何程序合作之下 那當然除了我們媒體試讀的課程 我們也到他們的專業的一個 包括攝影棚 包括他們的一個場地去做一些學習 我想對於學生 除了我們的食物之外 也包括我們的學科能夠做一個印證 我想也感謝我們的在地的所有中家集團 還有我們的所有的一個 一些產業的一個合作 透過產觀學 共同將媒體試讀教育向下扎根 讓學生關心在地議題 貼近在地觀念 共同記錄金融在地的美好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